大家好 我是OK仔 印度神童 預言又中了 嘩 厲害啊 中了 真的有大件事發生了 什麼事呢 那個血液我們看不到 唉 但是人家是看到的 沒辦法啦 我們越黑風高 不是殺人物 印度神童也說會有大事有兇兆 當然有人說他 說到血液是好東西來的 也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我們就看不到 最不好就是看不到 輪迴下一輩才能看到 也不知道地球還在哪裡 說到這麼大件事 看到兩個地方都地震 齊齊地震 意大利和尼泊爾 更加令人震驚 嘆為觀止 哇 印度神童 難道語言又中 好了 說完兩個地方 地震之後 一起都會和大家去研究一下 因為美國中期選舉那一部分 我們之前有很多媒體就說 會不會共和黨大勝 說到共和黨的徽章紅色 紅色的陣型又橫掃 參眾兩院 天氣不似預期 竟然是拉鋸戰 一會兒跟大家研究一下 更加 現在有一個民調輸出 就說 超過六成六的人 不想拜登在2024年 再競選總統 夠了 玩過就算了 始終你知道 老人家不能到處走 更加說 在美國中期選舉當中 有很多假消息 周圍都 周圍傳 在網上 真的 現在說到 尤其是 有些報告指出 有些右翼假資訊 開始滲透 受華人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 微信 看看究竟是怎樣 另外說說日本 大家要留意 吳仔知道 吳仔有看他的發表 他說 第八波迫近 糟糕了 日本東部病例急增 一會兒和大家看看疫情 另外和大家說一件 真是搞笑 什麼搞笑 查理斯基 還要抱著啤啤熊睡覺 不是吧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更加說到 哇 中期選舉 那個就驚人 驚人 出乎意料 更加有youtuber拍到 美國 是不是出現喪屍呢 在費城 真是恐怖 那些人的行為怪異 每個人 好像真是喪屍 中了毒 那樣 異常恐怖 每個人都彎腰 走路 好像歪了 那樣 究竟是怎樣呢 等一下跟大家研究 是不是究竟 有喪屍 在侵襲美國呢 那就要和大家研究 說到這些古靈精怪 更加有一宗 古靈精怪 有一對連體雙胞胎 兩個頭一個身 對吧 這件事也是明白的 他們也不想 在墨西哥 竟然這對雙胞胎姊妹 那個姐姐每次 和男朋友出街 妹妹都要跟著來 因為沒有辦法 但是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怎樣 可以共同一起 說一下這個奇怪事 更加說一下 真是 現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叫做 論上慘劇案 在印度 竟然有一個救護車 救護車司機 又是殺人 這些案件 真的看到我 都疾了 那我們一會 跟大家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還有些什麼 真的 還有 一個天主教 紅衣 什麼叫紅衣 類似特勒喇嘛 紅衣主教 竟然承認 強姦14歲少女 這些誇張事 真是一浪接一浪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 究竟這個世界 在搞什麼 哎呀 很誇張 先看看 天降二陣的事件 意大利 發生了5.7級地震 震到散了 很多地方都 真可憐 看到 通地紅酒 紅酒 幸好不是血 如果不是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嚇壞人 一個紅穴章出現了地震 歐洲 這個地中海地震中心 意大利中部發生5.7級地震 震央位於崩海城市 這個叫做 尼米尼的地方 而說到震完深度只有10公里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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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三四次的余震 嘩 有地鐵站的柱都被震散了 嘩 這麼嚴重 對 又不是多聽意大利有地震的 這件事是真的 除了意大利之外 我們看看尼泊爾 尼泊爾更加爆6.6級地震 那邊就 意大利就很慶幸 收不到有什麼人命傷亡 但是尼泊爾這邊就收到了 唉 真的 在凌晨時候 還有陰功 每個睡到 腳腳腥 6.6級 這場 造成最少6死5傷 在這個西部 多替區 有多間房屋避位 其中有8間房屋都倒了 唉呀 真麻煩 這個又是 都比較 不是說很深 震完深度 都是只有10公里 這些屬於是否比較淺層的地震呢 這邊導致有人命的傷亡 嘩 真是誇張 除了說 有這個叫做血月 我們看不到之外 更加可以看得到 在挪威 就說出現 罕見的粉紅極光 哇 太陽風暴內襲 真是誇張 說到地球磁場 出現暫時性的裂縫 唉呀 這樣 又會不會影響到 磁場呢 我們之前說的 地球磁場一變 很多東西都會變 極端天氣就會出現 所以是否有地震發生呢 說到這些所謂的 類似北極光的東西 通常都是綠色的 但是呢 竟然呢 今次呢 就變成了粉紅極光 哇 有人說 這麼可愛的 粉紅極光 不要緊要啦 可愛不可愛的東西 但是 會不會帶給你 我們那些叫做 恐怖事呢 這樣 那我們就真是不知道了 那 這些天降異盡的東西 很多東西 有時候都是人為的 有人就說 為什麼 因為人類不珍惜地球 印度神童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 病的東西 我們又很難防的 好像日本一樣 現在說到 大家要留意 這麼喜歡去旅行的 你 和我 都要小心 因為日本東部病例激增 哇 專家就說到 第八波 殺到啦 這樣 很喜歡他們那邊 嗯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就說 相比一個禮拜前的數字 全國日本 47個都圓虎 截至為止 都是多了1.42倍的 尤其是在東部地區 他們的確診數字 加速 增加喔 哎呀 這樣就真是誇張了 那 而說到 尤其是在 北海道啊 東北啊 北陸啊 京畿那些地方 那個地方 都明顯增長啊 那這件事 加上呢 為什麼會 叫做 走得這麼快呢 原來關乎冬天事 有人說 哎呀 冬天好像流感一樣 因為 大家都不開槍 因為天氣很冷 導致到 大家室內空氣不流通 加上人流聚集 都會影響到病情的 好嗎 那這件事 亦都 告訴大家 這件事 都要出去 要留一留意 除了講完這幾件事之外 亦都跟大家研究一下 美國中期選舉 那部分 不像如期 剛才我們說到 中國 是不是中國 美國中期選舉 那個 情況 就不似如期 那本來就想著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 拜登 好像 猛壁壁 做得不太好 或者 有人就覺得他好像 沒有什麼 做過那些什麼 是吧 但是 也都有人就覺得 喂 這次沒有這個 共和黨的浪潮出現 也都說到 不是 一片 就是所謂的 哇 完全大勝 所以這件事 叫做 差一點 是吧 天氣不似如期 但是 更加不似如期的 就是說 見到 北韓 在這個美國 中期點票期間 竟然又發射導彈 示威 你在這裡點票 我嚇一下你 你先 你射過去才行 你 隨便做一支短的東西 短炮仔 美國都說 你 油 那樣 這件事 北韓 趁著 美國中期 在這裡點票 中期選舉的點票的時候 他就在下午 向這個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短程彈道導彈的 這次 北韓 這次的短程導彈 飛行了290公里 音速六倍 估計它是一個新款的 KN24的短程彈道導彈 來的 但是 會不會關乎一個示威事件呢 看來都很遲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 美國方面 民調 竟然 現在有超過六成六的選民 不想拜登再繼續做下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覺得他是不是年紀大 不如退休一下 沒有說他機器壞 我們看看 究竟 那個民調是怎樣 有民調顯示 有六成六的受訪選民 不想現在的總統拜登 繼續參加這個2024的大選 希望不要連任 只有三成的選民 希望拜登尋求連任 這個是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做的 指出這個民調 結果沒有包括郵寄 不到選票的投票選民 說到 所以 會不會有一點點偏頗呢 也不奇怪的 另外 有另一份的民調顯示 有六成選民 對前總統特朗普 持一個負面的看法 有三成七 有正面的看法 有43%的選民 對拜登有好感嗎 嗯 可能 慈祥說 54%的人 反感的 即是說到 其實 就算你不支持特朗普也好 都未必 很喜歡拜登 看看究竟 到時候 又放些什麼人出來 那 拜登 就昨晚 一直 就在白宮 等 等個結果 對的 他都不要周圍走 是吧 始終老爺爺爺 有什麼事 又說當失路 那就不好 另外 跟大家看看 唉 在美國中期選舉 這些假消息 如何滲透期間 關於 還是用去華人 經常用的微信 這次說到 越來越多 人 不知道什麼人 尤其是 地方選舉 去到州的選舉 用中國 這兩個字 普遍去利用 很多人 參選人 都利用中國這個旗號 去做一個選舉的手段 唉 更加就說 越來越多地方 使用這個抹紅的方式的政策 就攻擊對手 跟這個共產主義有聯繫 或者專話對手 對這個中國過於軟弱的立場 說到其中一位 在44歲 在這個加州南部 橙園 橙棍 的地區 這位台裔的人士 一個位叫陳介飛 就是這個區的眾議院候選人 他將會和韓裔共和黨眾議員67歲 撲銀珠 就差一席位 兩個人都強調 競選取決於通脹 油價這些問題 但是由於大家都是亞裔 大家都看下去 這麼像華人 所以互相攻擊 激起選民對立面的情緒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到這些選舉 通常出現那些 你趁什麼什麼什麼 你又賣什麼什麼 很多這些事情 這位陳介飛的父母 就在台灣出生 而說到他一家人 在蔣介石 叫做戒嚴時期 就去了美國 所以這個陳介飛 就在美國出生 長大 入黑黑黑黑佛大學讀書 畢業之後 就在諮詢公司做的 他曾經在美國海軍服役 十二年 而剛才說到的 各位撲銀珠 是韓裔第一位移民 出生在首爾 先後在韓國日本 美國三個地方長大 二十幾歲就去了美國 跟家人開服裝店 那他們說些什麼呢 我們看看他們 關於什麼 當然有很多 看到競選廣告 就說中國的選擇 陳介飛 類似一些抹黑 更加又說到 孔子學堂等等 其實這些所謂的類似 拉著中國來搞的事情 尤其是在 特朗普的年代 都非常熱烈 正所謂拉著不出 都跟中國有關 所以現在說到 非常之多 這些所謂的抹紅信息 利用華人常用的微信 在裡面互相發出 一些古靈精怪的訊息 舉例 你投給他 就影響美國什麼什麼什麼 舉例 不知道 大家就自己要留意一下 好 說完這件事之後 更加說 美國 究竟是否出現異形 還是出現上司 為何會這樣 真是誇張 有位美國的Youtuber 竟然發現到 美國廢城街頭 很多人走路 古靈精怪 他根本不像人 好像一隻喪屍一樣 我們看看究竟 什麼事 這位Youtuber 近期內容 原來去了廢城街頭 拍攝 想不到 拍一下就看到 有些古怪事 就被他拍了出來 更加嚇倒美國人 當然看到了 這位網行 拍的影片就說 人流多 沒有戴口罩 但是那個地方的衛生 是非常之惡劣 好像這些廢墟一樣 不是廢 真的廢了 廢物的廢就變成了 廢城 看到很多人 坐在地上 輕了機 或者吹水 更加 有人就說 留意一下 在影片裡 久不久 就會看到 有些人 走路走得很慢 搖著搖著 彎低身 他是不是中了 喪屍病毒 那很多網民 就熱意了 竟然 光天化日之下 會看到這些喪屍人 哇 真是恐怖了 當然有人就說 這件事 跟我們平時看到的影片 真是恐怖 有人說 還想去這些地方住 怎麼住 當然有些網民就說 你啊 你是不是覺得喪屍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最高興的 好像那些老童 那樣 上了電 在那兒 在那兒 混由太虛了 所以 狠狠狠 那樣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不過 這位網紅 當然不敢去嘗他 萬一他 嘩 咬一口 你就趴在那裡 嚇到人 所以說 這個世界 你說強於美國也好 總有他陰暗的另一面 是吧 只不過 好像不多人這樣說 這個世界都有黑白兩面 是吧 正如查理斯 被人爆他 哎呦 四十歲人還要抱着 啤啤熊睡覺 不是吧 你 現在 真的 現在真的被人爆出來 幾十歲人 四十歲人還要抱着 這樣的東西 好了 我們看看究竟 這些爆料 特別的東西 在英國有本八卦雜誌 披露 就說原來 說到查理斯 他超過四十歲的時候 還要抱著一隻 從小玩到大的 啤啤熊公仔 而這隻啤啤熊 就交給他的管家心腹 叫做福塞特 照顧的 如果不小心扭 他的手 就要交給一位退休保姆 就修補了 而說到這位叫安德森 就是退休保姆 是唯一被查理斯獲准 真是這個英王 真是這個英王愚准 對著啤啤熊落針線的人 只是被他亂針 這傢伙 更加爆料 查理斯 真的這個 溫室內長大的人 是不同些的 管家還要幫查理斯 擠牙膏 剃鬚 穿褲 綁鞋帶 不是吧 真是 怎麼搞的 更加要查理斯睡前 整理好的床鋪 等另一位管家 就要幫查理斯 手洗內褲 而說到每晚 會把一隻啤啤熊 送到查理斯 把床 陪他睡 要不然就睡不著了 更加這本書 就爆料查理斯那種 真是溫室內的小孩 有多可怕 他說他難服事不得 還要幼稚 他個人 大家都可以猜到 一定是古靈清怪的 說到查理斯那種性格 會很極端 有時候小劇 很有禮貌 但是呢 但是生氣起來 都不是人敢品 就說如果試過有人犯錯 就會對人開口大罵 曾經對一個原裝職員投訴 有個原裝職員投訴 就說他被 什麼 原來查理斯 就 被查理斯說過 說到查理斯當時的樣子 很享受地罵人 很變態 而說到守直員偽司 每天早上也會收到查理斯 用紅色墨水寫著的 order 和投訴清單 這樣 如果說到不滿意 查理斯就會拿著綠色Speaker 馬上喊 改了 這樣 哇 真是恐怖了 更加試過有人說 查理斯和 Diana王妃吵架 查理斯拿著 那些 叫做 脫搏 那些木製的東西 飛到達安娜 差點車中 那些 真是恐怖了 所以說到給人聽 查理斯那種性格 很古靈精怪 是吧 他是想 要什麼 就有什麼 這個年輕人 都不年輕人 現在 都幾十歲了 不知道性格有沒有改變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 喂 在印度 有一對連體 孖山姊妹 兩個頭一個身 真麻煩 不是印度 在墨西哥 真麻煩 這個男朋友 又不知道怎樣 怎麼想呢 會不會說 總是有個姊妹在這裡 這對姐妹 一個叫Carmen 另一個叫做 安德拉特 兩個都是墨西哥人 他們是連體 雙姐妹 又說胸骨到盆骨 都連在一起 一起用了消化系統 生殖器官 而說到 兩姐妹又有心臟 各有一個心臟 各有一個肺 兩隻手臂 大腿 一人控制一邊 哇 這麼有趣 那些人都很奇怪 估計 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估計 他只有三天命 如果 強行進行做分割手術 會導致重症 或者死亡 於是 這兩個人一直持續 連體狀態 用了很多年做物理治療 一起學習 如何一起分享身體 超過20年 不知 連體英 竟然找到一個男朋友 那究竟是姐姐還是妹 原來是姐姐 找到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 會不會看到 哇 你的妹妹跟著 那沒有尷尬 尷尬的 所以說 每一次情侶約會 她的妹妹 總是會做電燈膽的 但是不要緊 對 那 真的 不會說 這件事 會不會 接下來會結婚呢 那到時候 吵架 多個人 真的不清楚 另外 跟大家說一件 天主教前紅衣主教 哎呀 竟然承認 聖約代 一位14歲的少女 這麼離譜的事 發覺天主教會 78歲前紅衣主教 卡爾 承認在35年前 當時還是牧師的舉 竟然曾經聲約代 一名十四歲少女 並且她同時 宣佈 退出一切教宗職責 而馬賽檢察官 已經展開調查了 那這位前紅衣主教 應該就會面臨起訴 她本身在06年成為紅衣主教 19年退休 她日前發表的書面聲明中 坦誠罪行 表示自己 跟受害者傾過得到原諒 強調自己 不會保持沉默 更加會負上責任 說起這些事情 其實不惹小 因為法國 70年來 大概有33萬兒童 受到宗教人士的性傷害 包括這位紅衣主教 在內 一共有11個主教 或前主教 被人指控 懷疑她涉及性虐待 在法國 強姦 這些所謂的嚴重罪犯 罪犯 只有30年起訴時效 如果在30幾年前 你現在才告我 告不入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事情 可能出來認了她 算回數 差不多了 認了她 就沒事了 但是又是否得體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了 另外跟大家說說 在巴西有一宗 慘案 有個17歲的少女 性感少女 晚上出去狂歡的時候 懷疑得罪了3名罪犯 被這3名罪犯 帶走了虐待致死 她的屍體 第二天被人發現了 在湖邊 看到面又青鼻又腫 更加有明顯的血跡 警方拘捕了一名26歲的疑犯 懷疑 死者曾經參與 販毒非法的行為有關 這件事 說到事前 這位女生很興奮 因為上傳了一些性感照片 在社交媒體之外 更加看到她 在汽車 在一輛車裡面 把半身伸出去 跟人揮手 哇 這麼興奮 興奮得來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吱吱了 所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這些事 不要這麼興奮 很多事都出乎意料之外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還有些古怪事發生呢 雖然我們的血液 看不到 但這些事 可能會繼續發生 今集時間是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